我已经决定了 我现在可以做更好 这里 这舞蹈是你 那么在给大家稍稍介绍了一下两位新朋友之后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舞娘妮露 想必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 妮露在《花神代日》上的那段舞蹈 也是我在3.0版本里记忆最深刻的一幕 在追求知识的学程 妮露的舞蹈可谓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她通过平时的艺术来传达感情 无论观众的身份如何 都能通过她的舞蹈获得治愈 而对妮露自己而言 观众的笑容和喝彩就是对她最好的回馈 妮露的攻击方式非常能体现舞者的特点 普通攻击弦跃舞步是三段非常有雅的剑击 而元素战技其余舞步 也做出了两种不同的舞步设计 释放元素战技后 若是第三段舞步选择了普通攻击 则会施展剑舞步 对触及的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此状态下的普通攻击均会转化为剑舞步 并在最后一集时释放水月 如果第三段舞步选择了再次使用元素战技 则会转变为玄舞步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并产生一个可以跟随当前场上角色行动的水环 持续为其中的敌人附加潮湿状态 两种舞步各有千秋 旅行者们可以根据战斗环境做出不同的选择 使用元素爆发 一路会进行远梦凌全之舞 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并为命中的敌人附加特殊状态 短暂间隔后 对敌人再次造成水元素伤害 队伍里如果存在至少一位草元素角色和一位水元素角色 且全队均为水或草元素角色时 其余舞步的第三段舞步 将会为附近所有角色赋予金杯的峰会状态 受到草元素攻击后 将会提升元素精通 且在触发绽放反应时 取代草原河 产生更迅捷更猛烈的风阳之河 除此之外 尼路在完尾烹饪冒险的食物时 还有一定概率获得双倍铲除 尼路的战斗方式又美丽又优雅 让人很心动啊 对了 提醒一下大家 尼路和赛诺的传说任务 也将在新版本中开启 不要错过哦